大家好,我是麥叉 大家好,我是Silia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就知道我們又要拍我們的 究竟多久沒有拍過這個辣雞麵的試食呢? 對上一次好像就是... 炸醬? 好像是炸醬 是嗎? 對上一次是你的,好像是 你拍,然後你沒有剪動 我已經忘記了,其實 那今天我們就要拍最近韓國 其實也是近這一年 上年是最流行的一個醬汁 就叫做羅傑 就是Rose的醬汁 但是呢,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試過羅傑到底是什麼味 首先羅傑跟玫瑰的味道是完全沒有關係 它的顏色因為好像玫瑰色,所以人們就叫它羅傑 但是它其實跟玫瑰味啊,花啊那些是絕對沒有關係 那羅傑本身是韓國人呢,就是吃燭焗 就是炒年糕 因為其實它的醬料呢,就是有奶油醬 就是應該是cream sauce 然後還有茄汁 再加上就是平時我們吃的炒年糕辣醬 這三個東西加上其實是不會不好吃的 要說到羅傑的那個辣度呢 跟平時的產品比起是相對沒有那麼辣的 所以羅傑這個口味本身就是在韓國是受女性歡迎多一點 還有我看到它有個表呢,是寫的 它這個味道是比起之前的carbonara的配特更加沒有那麼辣 如果有看過之前的試飾影片都知道我吃這個carbonara的配特 都是吃這個噴火的 因為這個是完全不能吃辣的人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去煮麵了 好耶 首先第一步呢,我們就要把整個蓋子撕走 我們剛才在聊天為什麼要把整個蓋子撕走 他要這麼著名說 就是拿出醬料包 然後就加熱水進去 然後用微波爐丁2分30秒 他就跟我們說千萬不要倒水 因為水是用來做醬汁的味道 最後就加上醬料 然後攪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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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就可以吃了 好餓 好餓 是啊 但現在就這樣聞一下 我覺得跟本身carbonara的感覺有點像 嗯 水呢 攪完一輪之後 真的好像不是真的很多 是啊 變回正常好像有sauce的麵 它這個麵是exactly是carbonara的麵 我們因為減肥的關係 所以share一個選擇 是mokeesumida 辣不辣了? 終於是我有吃到的配料了 哇 有點聖光散發出來 終於有我吃到的辣雞麵了 好吃 真的嗎?好 跟我試了 它依然都是有一點點辣 但是完全是我這些不太吃辣的人都處理得到的 寶寶辣 是嗎? 是 那些辣度是 喜歡吃辣的人會覺得 啊 這些算是辣嗎? 這樣 但是是辣的 不過 真的不是會令到你覺得 流鼻水啊 覺得有點辛苦啊 那些 不是 你吃到的味道呢 其實它也是有配搭 那個精髓就是 那種上顎會變辣了的感覺 但是呢 我覺得它那個醬汁的味 那個濃稠度 現在這樣吃下去就覺得剛剛好 或者可以再少一點點水 嗯 如果你喜歡吃一些是稠身一點的麵 可以拌兩匙水酒才知道 拌那個就行了 還有羅姐呢 我建議大家有一個配搭的吃法呢 就是加上腸仔 它那個精髓是在有腸仔 就是一些很小朋友向的一個口味 哇 我第一次來吃貝德想添麵 平時呢 我不是經常搓搓搓 然後叫你幫我吃完的 對 我做包底 對 鏡頭背後 還有真的吃得到有番茄醬 加進去的那種感覺 嗯 去到出來你會覺得是 啊 一個意粉醬 但是有加了少少少辣雞麵 那個醬 下去調味 這樣 我覺得是 但是我覺得上次加巴拿拿那個好吃 我可不可以吃完它 OK 既然你辣雞麵說要包底 第一次 這次應該是我史上吃得最開心的一次 配得試吃 希望配得以後都出多些不同的不辣程度的味道 辣雞麵就是不辣 哈哈 OK 那它的醬子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而且會覺得不會太大負擔 不是說減不減肥 而是會覺得 吃完都不會整身汗那種 很辛苦那種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記得比較關心我 還有訂閱我們兩個YouTube Channel 還有訂閱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Page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